揭秘一个算命的真相 经常算命的人一定要知道 不然你可能命越算越薄 这三种人算命算不准 第一种是至纯至善之人 这种人总是行善积德 心思单纯 不以回报为目的 付出做好事 哪怕算出他有什么灾祸 也会逢凶化吉 上天都舍不得为难这种人 第二种是作恶多端的人 这种人到处坑害别人 哪怕有再多福报都会被消耗掉 不管他大运如何 必遭报应 第三种修行人的命算不准 像老师这样的修行者 从不算自己的命 因为修行人 一直在超越自己的认知 改变自己的认知 当把自己的心 修得越来越纯粹的时候 未来所有的磨难也迎刃而解 那什么样的人适合算命呢 有信仰的人 可以自我调节的人 这种人只要找到专业的命理师 提前找到问题的因 就能坚持做到改变结果 如果你是这种人 同时现在有很多的困惑 或者想要赚钱 提前布局 2024大运走向 追踪私讯老师 你的生辰八字 我来告诉你 只要按我说的做 你就能知命改运 扭转乾坤 我给你打开